大家好,欢迎来到由香港青年协会领袖学院主办 汇丰未来技能培训计划 一带一路,探索未来青年交流之旅2020的简介会 我是今天你们的主持人,我叫Tony 接着乐理时间,我会为大家分享一下 今次交流计划的内容详情等等 首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次计划的目的 我们主要是想参加者可以提升他们的未来技能 在他们日后就业方面都有所得益 而另外,透过今次的交流计划的国家建立一些跨文化的交流 甚至他们可以认识当地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等等 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计划非常有兴趣 首先,你们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参加资金 只要你是年本18至35岁的在职青年 无论你是兼职、全职也可以 而你们必须组成2至4型的团队 另外一个条件你们要注意就是所有的队员必须是香港居民 而至少有一半是香港名有性居民 举个简单点的例子就是三人的团队里面 必须有两位是香港名有性居民 如果你们符合资格又想立刻报名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今次的计划只是接受网上报名 所以你们可以去我们的官方网站提交网上的申请 这份网上的申请其实正正就是你们所提交的计划书 当中你们要填写队员的资料 一些任务的内容、目的 当中你的行程和预算等等 而你们必须在今年度6月30日之前 就提交这份申请 连买一份不多于十页的简报书 去总括你们整个计划的内容和行程等等 当你们递交完这份计划书之后 我们会进行一次首轮计划书的筛选 而最后被挑选的队伍 也会邀请到我们最后一能的辨市 作为一个评审的名人 而有些日程大家都要注意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 大家必须记住在本年度6月30日之前 就报名和提交这个计划书 而在7月中我们会有这个面试 7月底我们将会公布结果 8月上旬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一个训练日 而出发的日期就是今年度的8月中到12月底 而在2021年我们也会举办分享会 和大家讲回今年度出发的对付 一些交流的小故事 而接下来我会讲一下我们今次计划 所资助的国家 你会看到我们会资助在中国内地 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 甚至乎东楼和中楼 而大家会留意到最高资助额 会因应不同地方的远近 是有所调整 甚至乎旅行的日程也会有所变化的 你会看到圆圆的地方 他们最高的资助额会愈高 而旅行的日数也未亏限到9天以上 旅行的日数是如何计算的呢 其实计算方法非常之简单 只要是由你们入境当日开始计算 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条件 举个简单的例子 例如有队伍去马尔代夫 我们规限的日数是4-9天 假设你们去到当地的日数是10月13日 而你们离境的日子 必须是10月16日至21日其中一天 假设你们队伍去哈萨克 所规限的日数是9天或2天 你们去到当地的日数是10月13日 你们最早的离境日期必须是10月21日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我们计划其实就是希望所有的参加队伍 可以制定一些行程 而进行这次的交流计划 所以我们这次的主办机构 亦都提供了6个主题 去给大家制定一些相关的任务内容 以达至我们之前所提及的三大目的 而这6大主题分别是未来技能 全建思维 历史保育 环境保护 环球经济和全力教育 如果你们加了一份很棒的计划书 而又成功被挑选成为今次获资助的队伍的话 有些资讯你们必须留意 是关于我们领取资助的一些条件 而每一个队伍就必须加以下的文件 去证明你们真的会去到当地的 包括一些旅行出发的证明 例如机票、铁路的车门 甚至乎当地的住宿证明 护照的入境证明和一些签证 除了加了一些相关的文件之外 其实每一队在出发之前 也都必须必须要自由购买保险 而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 另外也都要向主办机构提供一些联络人的资料 如果假如有些突发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马上联络回相关人士 去提供一些协助 而在类伍当中 每一队除了去享受你的交流计划之外 你们都要拍摄一些交流和短片的素材 因为在旅程结束之后 你们除了要参加一次 由我们主办的分享会之外 你们都要加入一份交流的日记 以及至少有三条的交流短片 而这些交流短片的内容 其实就是围绕你们旅程中 所遇到的一些经历 一些小故事 而有些注意事项 大家必须要留意一下 就是刚刚所给大家看的一个国家 我们资助行为国家列表里面 因定以下的情况 其实会有所变化的 包括例如是说 保安工如果对当地的国家 发出一些红色或黑色的旅行军事 甚至乎如果出现一些正局动荡 大型天灾 甚至乎一些突如其来的局势变化 我们都会作出一些条件 如果队伍在出发之前 目的地就已经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 令到你们的行程和内容 需要修改的话 队伍是必须要尽快 去联络我们的秘书处 并且征求我们的同意 去和准修改 另外我们所修改的内容 只限于日期上的修改 但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我们提过 所有的队伍必须在2020年 12月30日之前提到 如果假设你们的队伍本身 原定在12月底出发的话 但当地又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 令到你们无法在2020年出发 那我们是有权保留 去取消这队队伍的出发资格 如果队伍在交流途中 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 首先必须 与大使馆寻求协助 并且在同一个时间 现在就向我们主办机构报告 再一次提醒大家 在出发之前 必须买回旅游保险 假设遇到一些情况 而队伍需要在队伍 在当地 所有的费用 是由你们队伍去承担 而资助应该怎么计算呢 其实我们就会依据 你们之前在计划书所填者的任务 你们完成了的数量 去比较你们所填者的总数量 和这个比例的基准 去发放相对的资财 去发放相对的资财 而最后 其实我们讲解一下 我们的评选准则是怎么样 你们所交的计划书 必须要符合四项的标准 第一 你们所定立的内容 有深度交流的元素 是希望你们可以透过这些所定立的活动 建立一些跨文化的交流 以及认识当地的风土 人情和历史文化 而第二 就是希望你们的任务内容 都可以加多一些创业的元素 在里面 令到你们的内容可以更加有趣 第三 就是你们所定立的内容 必须符合我们的六大主题 和可以清晰地讲解你们的目的和成效 而最后 我们也希望 而最后最重要的是 你们的计划内容 必须要有可持续性的元素 就是 换句话说 就是 除了你们在交流期间 对当地人有正面的影响之外 甚至你们回到香港 也可以做一些活动 和行动 令到我们香港人 都可以对当地 和你们所做的任务的主题 也有关注和有所影响 而最后 我们也提醒大家 如果有什么查询 都可以打回我们的热线 去联络我们 或者用电源的方式 去联络我们 而也提醒我们 今次报名和计划书 截资的日期 是2020年的6月30日 大家一定要记得 在这一日或之前 去提交你们的计划书 去完成这个报名的情取 而我们今次活动的简教会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言论 都欢迎向我们查新 多谢大家